因为设计单元 我们访问到的是 来自香港的两位服装设计师 她们是母女党 那就是陈秀荣小姐 以及徐思倩小姐 哇 你们两位都是服装设计师 而且一位呢二十多年 然后女儿也低头栽进了这个事业 但当然呢 都是因为你们热爱服装这个产业 首先是不是可以请妈妈 来跟我们分享介绍一下您的品牌 好 那我的品牌呢 是我们家的一个组合 那就是阿威夫萨 那么头两个字是我 我叫安娜 那么A N 第二个女儿叫Venus 所以V1 第二个女儿叫郭蕾 那么所以她有个 是我四个女儿组合 最后一个女儿叫斯宾娜 所以这个品牌呢 代表了我们一家人的母爱 在这里边 您刚刚讲的 你的品牌名称怪不得这么长 原来是四位优秀的女人 对对对 是这样一个品牌 是 那这个品牌最主要focus的设计 是哪一方面的呢 我们主要 我做了二十几年的皮 那我想把皮的 原来的概念是比较保暖的 我把它做到史上 史上的上去 这是我的理念 还有通过皮的不同的风格 还有它的个性 那制造成美颜镜衣服的体现 它的个性给内涵 这是我的想法 那我们可不可以请教一下斯倩 你也来谈谈你自己的品牌吧 我的品牌是叫Mathodology 所以Mathodology中文是安华学 对Mathodology我觉得很有趣 它叫方法学哦 所以我希望我的客人 可以用自己的毛发 拿我一匹用自己的方法 就帮我穿出他更能力的 你们两位的品牌呢 今天呢才刚刚举办了盛大的服装秀 是不是也可以聊聊 你的服装秀这次的内容 这次我们是跟另外九个的夏天宣律师 一起来台湾去 赞我们的16年春夏的衣服 是大部分都是猛王的 那这次是什么样的一个机会 可以邀请到两位 一起来参加我们台湾的 台北InStyle的台北魅力展 因为香港Mathodology 是一直很努力地帮助 我们香港的衣服 这一次哦是他们有邀请我们说 这台湾就是一个很好的市场 要不要我们来试试看 来做一个presentation跟一个referment show 来看看市场的反应这样子 平良新奖亚洲服装其实也最适合亚洲人的穿着 对那陈女士您是专家了 所以针对这部分也可以跟我们聊一下 我们喜欢也在台湾比较好像说亚洲的女性 那也她比较有专业的个性而做发明 所以您现在也穿通过这个平台 才开放这个市场 皮饰啦皮件啦或者是真皮 或者是皮草的这些服装的话 在您的设计上你会觉得有什么样的区隔呢 我的皮的想法是通过它的面料做到史上的感觉 就不是一个保暖的感觉 它是史上 那所以说我们在面料上组合 加上我们自己的试剂 土案啊 发案啊 就是垂色啊 群发啊 这些我们的想法 就从它变成一个史上的东西 在这20年的期间 有没有觉得最难突破的地方 不断地去创新这是比较难度的 所以比如说有银河市场 有市场有个美感 这个是最难的 OK 那思借呢 对 我觉得现在设计师品牌就是比较困难 因为其实品牌很多 也不像说妈妈刚开始的时候 这品牌比较小一点 那跟妈妈请教 妈妈怎么可以做了20多年多多 对 她就比较知道市场是什么 我们要需求的 然后我一开始的时候 我就一直在就是一直在想说 设计要怎么设计特别 可是有时候特别不一定能穿啊 所以就现在就慢慢慢慢 你的 methodology 就是什么样的衣服 都用不同的方法 让每一个人可以穿出他自己的上 对 对 可是有时候我就觉得 我太过focus在我的设计上面 我就会忘掉了 其实有一些客人的需要 所以现在慢慢慢慢做了三年 然后我们就慢慢的做得到 就是一个八文字 就是设计跟顾客的需要八文字 我想今天呢 我们也代表台湾的访透会 还有很多的政府的单位呢 他们真的很感谢这么多 香港的设计师 这次一起可以来加持我们 参加我们的这次阵容 那这边非常的感谢 你们接受的访问 然后也预祝你们的活动 都非常圆满成功 也谢谢你们这个平台 谢谢 谢谢 谢谢